电流改变会产生电动势 因为它的磁通改变 但是如果它又在移动的话 如果又在磁场里面移动的话 那它又会另外又会产生一个移动 电线移动又会产生电动势 所以现在我们就看 加定 我们有一个线圈 原来是就是这个形状 原来是在这里 经过DT秒 它以速度V往这边移动 那这个线圈就跑到这里来了 跑到这里来了 我们就看看 这个时候 这个线圈的电动势是多少 就电动势 我们先看这个D5 over DT 看磁通的时间变化率 这个系统的磁通的时间变化率 就等于5B减5A 这就是D5了 D5 over DT 5B就是 我们先看5A好了 5A就是磁场 时间为T秒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磁场 的磁通 OK 好 它跑到这里来 那就是时间就变成T加DT了 这个时候磁场呢 就是等于B B T加DT 到达D A 被DT除 这个我们算它是A式 那B 那B场的T加DT 是T加DT时刻 路径CB 所围住的面积 SB 这个上面的磁场 这个地方的磁场 那B A呢 是在这个路径 它围成的 磁场 在时刻T 那它的磁通 本来是这么大 后来变成这么大 那它的磁通 改变就是这样子 在T秒跟D T加DT秒之间 少过的体积套 从少过的体积套 少过的体积套 就是这个面 还有周围 整个算的体积 从这个体积套里面 穿出的总磁通 是多少 穿出了的总磁通 是多少 这个总磁通 我们就可以写成 Divergent B Divergent B 的积分 DT秒 整个的体积 就是上底加下底 还有层当中 它要等于 这个 这个 磁通 T加DT秒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磁通 剪掉 这个地方的磁通 这个磁通出来的 这个磁通 对这个体积来讲 是进去 是剪掉这个 还有一部分 它没有从这里出来 从这边出来 从侧面这个 带状的这个体积出来 带状的体积 它的磁通 磁场 也是T加DT秒 乘上 这个面积 DL 乘上U 这DT就拿出来了 DU 这是D 这个面积是等于这个 DL乘上UDT 我们把这个 拿出来了 它就等于 侧面的积分 这整个积分 基础是这个 单独这个 就是这个 小面积基础的 这个磁通 这个算 B是 最后一项 就是从侧面 带状面积 穿出来的 磁通 这是B是我重写的 在表面的磁通 这个磁通 这个磁通 不是 它是等于 这个地方的磁通 我们看 这是 这个地方的磁通 T加DT秒的磁通 它是等于 T秒钟时候的磁通 再加上什么 你磁通的时间变化率 乘上DT 就是你随着这个磁通 它不是固定这么大 它随时间在改变 总共经过DT秒 是等于这个 又有 Stokes Theorem 这个值 T加DT秒 乘上这个 就是这个 它可以等于 这个 我们 这个值 我们可以把它 利用这个 向量的 横等式 我们可以把它 写成 U cross B B dot DA 利用向量横等式 这可以写成这样 然后这个词子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一个词子 U cross B 这是一个 这个 没有写出来了 没有写出来了 这个是经过一个 这个是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封闭路径积分 我们就把它 写成 这个向量的封闭路径积分 我们可以写成 从D A 从这个面积里面 转出来的 Curl U cross B 这是 Stokes Theorem Stokes Theorem 好 我们把C 跟D 两个词子 带入B词 带入B词 那我们就得 我们就得 这个 减掉这个 这个减这个 OK 然后 就是说这个 真的 你把这个C跟D 带到这个 B词里面来 B词里面来 你看 Divergent B这个 是等于 这两项的 X 好 那么 里头的这个 BA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石子 来带 BA BA用这个带 用这个带 然后 再加上 这一项 这一项 这个东西 用Stokes Theorem带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石子 从这个石子里面 我们 D5 over Dt 我们前面导出来 是这个 被Dt来除 那这个就变成 这个本来是这个东西了 现在我们上面导出来 它是等于这个 好 于是 我们说 D5 over Dt 现在就变成这个字 变成这个 EMF 是等于 负的D5 over Dt 负的D5 over Dt 那我们就把这两个 合并 Dot Dt Dat 它就是等于 这个积分 好 而这个呢 我们用Stokes Theorem E的 封闭路径积分 等于Curl E的 这个面积分 好 这两个同一个面 所以我们就得Curl E 是等于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再加上 U Curl B 的Curl 那就说 我们的电场 它的旋路 以前我们没有讲 这个导体在运动 只有磁场在变动 所以这就是 以前的法拉第定律 那现在我们说 你这个 线圈 线圈 不但磁场在改变 而且呢 它又在磁场里面运动 所以 它的 Curl E 除了这项之外 还要加上这一项 以上讲的 最主要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记住 以上推导 你回去再慢慢看 OK 好 现在我们 看一个 立体 假定 我们这里有一个 线圈 这线圈不动 不过通过这个线圈的磁场 B 磁场是这个方向 它随着时间改变 那就是说 线圈不动 通过线圈的磁场 随时经改变 就是磁中在改变 于是它就会产生 电动势 对不对 我们求电动势 我们用这个势子 Curl E 等于这个 现在这一项等于零 因为它不动 所以就是只等于这个东西 只有这个 而B场 是等于这个 我们假设它的方向 是Z方向 那么这个线圈 的面积向量 跟这个磁通 跟磁场 加θ 这个就是面积向量的单位向量 所以Curl E 等于这个 现在只有这个 因为这个等于零 而B场 我们可以写称 它只有Z方向 那这个B 就是B零Side Omega T B零Side Omega T 好 电动势 等于这个 E dot DL 那我们可以利用 Stock Theorem 它就变成这个字 对不对 Stock Theorem 那我们就把这个 带到这里来 然后取DA DA的方向 跟这个是 同方向 同方向 那我们就是 这个 等于 它是等于 partial B partial D over partial D 称Z 然后这个 它就是 N的方向 称DA 因为它不动 它就是Z的方向 那N Z是1 N也是1 这两个夹角是 θ 所以它就是 1乘1 称cosθ 就是 负partial B partial D cosθ 称DA 那现在 我们知道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是个常数 cosθ 也是个常数 因为这个 线圈没有动 那就是 称DA DA 不 DA的积分 DA的积分 就是等于 W 称H 所以它就变成 所以它就变成 B常 我们就用这个带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就等于 B0 Omega T cosOmega T cosOmega T 然后乘上一个 cosOmega cosOmega OK 那么这个S呢 S就是W乘H 就是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 这个是线圈的面积 这个我们就 做出来了 就是说有一个线圈 它的磁场 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线圈的面积 向量是N的方向 就是N就是跟 这个面积垂直 就是跟这个面垂直 假定B常 是个定值 不会不随时间改变 这个线圈 绕着这个X轴 我们把这个当做X轴 以Omega的角速度 在运动 那B常是Z轴 这个时候B常是BZ U呢 U就是 这个线圈在绕的时候 它左边跟右边 的顺时速度 顺时速度是等于R Omega R就是二分之W Omega 大小是这个 好 我们现在用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头 因为B常跟时间没关系 所以这项就是零了 所以Curl1就等于这个 那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1 电场就等于U cross B U cross B 我们现在看看 右边的电场 U是这样子 B常是跟这个平行 所以这个当中的角度呢 是等于Pi 减Omega T 所以它就是等于U B Sine Omega T 那这边呢 正好是U Curl1 它是负的 朝这个X的负方向 也是U B Sine Omega T 左边的 那于是 这两边 你看 这两边的话 电场跟电动式 都是垂直的 不是 电场跟位移是垂直 这个电场跟位移是同方向 所以 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呢 最后只要积这两个就好了 因为这个都是零 所以它就是等于两倍的 这个值 两倍的 两倍的这个值 那这里是我们把U 已经变成二分之W 乘Omega 乘Omega OK 然后这个DL就是H 就是H长 所以电动式 就等于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里头 H乘W H乘W 就是在这个 线圈的面积 等于这个字 OK 我们现在 线圈的面积 我们现在线圈是用长方形 面积 面积很好求 如果它不是长方形呢 没有关系 不管你什么形状 反正这个S 就是它的面积就对了 它的面积 乘Omega 乘B 乘3Omega T 好 我们现在 来看法拉第定律的 积分室 家庭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 区域 虚线化的一个原型的区域 半径是R 这个当中有磁场 磁场对空间来说 是均匀的 但是对时间来说 它是随时间改变的 假定 这个磁场是 dB over dt 小于零 磁场 随时间变小 这个磁场随时间变小 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空间任意一点 它的感应电场是什么 因为磁场随时间改变 所以它会产生感应电场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这个 比如说用这个来做 磁场随时间改变 会产生电场 这是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室子 现在我们 就做一个半径为R的一个 小R 的一个同心圆心路径 因为它要封闭路径的积分 所以我们做这么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上面 它的磁场 我们 不是这个 我们先看 这个里头的磁场 在这个虚线以 就是R小于大R的地方 它是等于这个值 它是B等于BT 大于0的地方 没有磁场 大于大R的地方 没有磁场 所以是0 这个B场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现在我们这里要取DA DA我们要取得就跟B场同方向 B场是Z方向 我们DA也取这个Z方向 这一般原则是这样 好 我们取半径为R的 同心圆形路径 因为这个磁场 它是均匀的 这个空间是均匀的 所以它是圆柱状的对称 因此 你在它周围的这个路径上面 1N又一样大 因为你所面对的磁场 都是一个样子的 所以路径上的1N 是个常数 而它的方向呢 方向没关系 我们知道它 不是顺时针 就是逆时针 我们先不管它 等一等我们 因为这是法拉第定律 等一等定律里面会告诉你 它的方向 我们取DL 假定 1N取得5的方向 那DL我们也取5的方向 就是取这个方向相同 好 我们去看左端 左端这个积分 1N是等于这个 我们取这样子 DL是这个 这个积分 就变成1N乘DL的 这个是纯量级 然后1N拿出来 它是个常数 DL的积分 就是2πR 2πR 右端是这个值 负的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好 B已经告诉我们 是这个方向了 Z的方向 我们取它 跟它同方向 这个Z在哪里 你不要管它 反正就是 不是进子面 就是出子面 好 这个就变成纯量 就变成这个值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拿出来 DA的积分 就是等于这个积分 不过 你这个 它是跟这个 磁通的变化有关 你这个地方有磁通 这整个是flux 整个是flux 所以你现在这个DA 只能取 取这么 就是A只能取到这里 这里才有磁通 你R比它 比大R 大的地方 就没有磁通 所以这个就变成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乘上πR平 因为B长 值 在这个 R这个圆圈的里面 好 那现在 我们 就得 这个是等于这个值 不是 这个是 这个是外面 如果你这个R 是小于大R呢 你大R画在这里呢 那整个大R里面 都有磁通啊 整个小R不是小R 整个小R 小R画在这里 所以 小R大于大R的话 那这个R就不是用大R 因为你在外面才会用大R 比它大的地方就没有磁通 但是在里头都是 小R都比R大R小 所以有这个 所以大于大R是这个 小于大R的 这两边不一样 所以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左端很等于右端 这个 很等于这个 这是大于大R的地方 所以EN呢 所以EN呢 就等于负的 你看啊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我们刚刚是说 它是 等等我们看看 忘掉了 它是 它是 比较大还是比较小 这是小于零 小于零 小于零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对不对 因为 现在EN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是小于零 负负得正 所以EN就是 根据法拉第定律 它就是positive sense positive sense 你先看磁场 磁场是这样子 EN就是这样 它自然会告诉你 因为法拉第定律 它有方向的 因为这个小于零 所以EN大于零 是顺时针方向 好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EN大于零的地方 大于大R的地方 小R大于大R的地方 EN是跟R成反比 就是你越往中心外面去 越靠近这个边缘 靠近这个 不 这个是大于大 现在我们看这个 对 这个 这个 没错 那就说你离这里越远 离这个越远 就是离这个地方越远 它的 磁场就越小 如果你画出磁离线来呢 这里应该有画吧 磁离线 应该是这个样子 越往外 磁场越小 磁离线的距离要越大 距离线 距离线越远 一人越小 在小于大R的地方呢 小于大R的地方 这两边都是R 所以它是等于这个值 这个也是一样 因为它小于零 富负得正 它还是positive sense 还是同样的一个方向 不过 它一人是随着R 成正比 那就距离原型越远的地方 它的磁场越大 你看这个 这是磁场的范围 在这里 你距离 这个越远 越靠近别人的地方 这个磁力线的距离越小 就是它的磁力线 磁场越大 OK 我们现在就利用前面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非常有意思 要把它了解一下 一个半径VR的原型区域 虚线化的 里面摆一个半径是十公分的一个 同心原型 金属线圈 如果这个区域 它的磁场是均匀的 但是它的大小 是随时间变小 变小 这是Tesla per second 这里头怎么会没有写出来 Tesla per second 我们现在要求 线圈上感应电动式是多少 因为题目很长 我们先看 这个上面的感应电动式是多少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用这个式子 法拉第的 因为它现在是什么 磁场改变 磁场改变 而产生的电厂 这就是电动式 你要用这个式子 你知道这个要解一恩 那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你做一个同心原 这样子 用法拉第定律 我们在 现在这个 因为这个线圈 是在这个 大R 比这个磁场区域的半径 还要小 所以一恩 我们刚刚算出来 是等于这个 一恩是跟R真正比 你就是直接去算也可以 所以我们刚刚算出来是这个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带进去 电动式等于这个字 那一恩又等于这个 dl 因为这个 都是常数 对空间讲都是常数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对空间就是说 你 某一瞬间 这是一个常数 dl dl 积分 就是这个路径积分 2πr 所以我们这个一约掉 就等于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乘上πr平方 这个电动式 就等于这个 那现在我们 有数字就把它带进去 这个 2πr 10公分 0.1公尺 这个磁场 是负 0.1 这个是Tesla per second Tesla per second 所以这个一乘起来 所以这个一乘起来呢 我们就 等于10的 负负得正 负三次方 π 福特 这是Vote 好 这个因为它是正的 positive sense 磁场是这个方向 所以EMF就是这个方向 是顺时针方向 这个大小是这个方向 好 我们这个也可以用 这一部分来算 也可以用 用这个来算 就是用法拉第地律的右边 这个来算 它就等于负的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因为这个是保持常数 就是等于这个 所以提出来 这个积分就等于这个 线圈的积分 就是πr平方 负πr平方 跟刚刚一样 跟刚刚一样 好 现在我们就算 第二个就算 你有了电动式 对不对 它说 如果这个线圈 它的整个一圈的 电阻是R 等于两个欧姆 那我要问你 它有电动式 那这个线圈上 产生的电流等于多大 这个电流是多大 那电流就等于EMF 被R来除 这是等于一个串联电路 EMF是这个 R两个欧姆 所以一除它就变成 5 乘10的负四次方 π 个安培 电流是这个 好 它说现在你知道电流了 对不对 顺势正方向 那它说现在有一个直径 随便你画一个直径 这一端是A 这一端是B 那它问你 这A端到B端的电位差是多少 A端到B端的电位差 你说这个还不好算 VAB 它就等于电流 乘算这个电阻 电流 刚刚算出来是这么大 电阻 整圈是两个欧姆 一半就是一个欧姆 等于这个 从这个式子来看 VAB大于0 可见VA要大于VB 对不对 但是我也可以这么算吗 说VB到VA等于多少 假如从B等到A等来算 VBA VBA也等于I乘上RBA I还是这个 VBA同样是1欧姆 结果还是这个字 那这个字就很奇怪了 VBA也是正的 那就表示VB要大于VA 那这个题目就 就有点奇怪 这怪在哪里呢 就是你刚刚这么算 VA比VB大 你现在这么算 VB又比VA大 那你就说你 你这么绕过来 VA比VB大 你这么绕过去 VB又比VA大 那你每绕一圈就 这个电位都始终在降 好像走一个旋梯一样 这就绝对有问题 因为同样的两个 同样的两个点 这个电位如果是正的话 VA比 那VBA一定要是负的 怎么可以是一样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就是说你不可以用这个式子来算 因为这个式子是用在什么 当这个线路从A到B之间 是纯电阻的话 可以这么算 这是纯电阻 这用在纯电阻 但是这个线圈 是不是纯粹的电阻 不是 它有电动式 它有电动式 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纯电阻来看待 你要算的话要这么算 比如说你要算VAB 好 那我就把A点 在这里 从A点到B点 是它的路 这里过来 它会遇到一个什么 电动式 我们刚刚讲电动式 是顺时针方向 电动式我们画成一长一短的话 它是这边是负 这边是正 因为电动式的方向是从短的到正的 短的到正的 可是它有电阻啊 电阻是 I RAB 电阻是电位降落 有电流流过的话 那电位会降落 所以电流 经过电阻 会有一个电位的降落 所以 所以 A 走到电动式这里 它提升这么高 但是你经过一个电阻 又降低这么多 最后到了 B点 所以 所以这个 我们先看这一半 EAB 从图 左图 从A点到B点 这里是VA 然后加上一个电位上升 然后减掉一个电位降落 要等于VB 好 EAB等于什么 全部的线圈 电动式是 Epsilon 那现在是Epsilon AB只有一半 只有一半 那整个的R 整个线圈的电阻 是两个欧姆 那现在 从这里 到这里 就是一个欧姆 这是二欧姆 这是一个欧姆 所以你把这个值带进去 VA拿过来 VAB就等于VA-VB 要等于负的 Epsilon AB-I RAB 那这个是 二分之一一个 Epsilon 这个是 二分之一R 二分之一提出来 就这样 Epsilon 减IR是零 它是零 你从B点到A点 你要画成这个样子 从B点开始 因为它马上遇到的是 电动式 YBA 就是顺时针的 然后电位降落 然后到了VA 右图也是一样 就是VB 加上这个 YBA 再减掉 IRBA 等于VA 那VBA 等于VB 减VA 那就等于 负的这个值 等于零 这就对了 就是说 AB两点 没有电位差 所以它 所以它 VAB 才会等于VBA 那你就问它 为什么没有电位差呢 没有电位差 怎么会有电流呢 或者说 有电流 怎么会有电位差呢 我们说 它没有电位差 怎么会有电流啊 我们知道电流不见得要靠电位差 有电动式就有电流 对不对 电动式会做工 就好像说 我们一部汽车 它不一定要从上坡 才会自己跑到下坡 不一定要这样 它的平地也能走 甚至上坡都能走 为什么会能走 因为它有引擎会做工 引擎会做工 引擎做的工 就把这个汽车推进了 这个是EMF会做工 没有电位差没关系 EMF推到这个电荷团团转 就产生电流 好 现在再问你一个 我们再问 为什么有电流 不会产生电位差 它有电阻 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它不是纯电阻 你从A到B 它有电动式 又有电阻 电动式让它提升电位 但是它的电阻 会使它产生电位降落 正好电动式提升的 就被电阻的电位降 抵消了 所以最后 没有电位差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 最后一个小题 它就是说 你刚刚 在这里 两端 在直径两端 取A B点 电位差等于零 对不对 那现在我是把这个线圈 用刀子 砍断 砍断以后 这里就有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空隙 CD 这空隙里都是空气 就是这个变成段路了 那现在问你 C跟D的电位差是多少 这一部分是问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也要这么做 从C点开始 它的电位是VC 然后马上遇到电动式 等于是整圈的电动式 电位是上升的 然后这一段又有电阻 所以这个电阻会有 有电阻 照理说你有电流的话 电阻就会有电位降落 但是现在因为你这是断路了 I等于零 所以电阻两端就没有电位降落 只有这个 因此 这个上面的关系就变成 VC 加上 IPS 就是提 这个 电动式提升一个电位 就到了VD 所以 VCD就等于VC-VD 等于负IPS 这等于这么大 原来IPS是10的负 三次翻牌 MOT 那是负的 这就有了 为什么现在又有电位差了呢 因为这是断路 因为这是断路 你电动式 比如说 把正电荷 推到这里 过不来了 积到这里 最后这里就积了正电荷 这里积了负电荷 那有电荷的堆积就会有电位差 这边是正这边是负 所以你看 VCD是负的 就表示 VD 要比VC的电位来得高 这个题目 你回去要把它考虑清楚 这非常的有意思 好 我们 再看一个题目好了 这里有一个线圈 半径是B 半径是B 这是轮子的 这是轮子 它的边缘 整个这个区域 这个半径位A的区域 有均匀的磁场 从这里上去 像这个 磁场是等于B0Z 分布于这个同行园里头 如果我把这个磁场 关闭 就说它可能是由电流产生的 我把电流关掉 磁场就没有了 那这个线圈里头 本来有磁通 现在 变成没有磁通了 磁通产生变化 那于是这个线圈的边缘 就会产生 你说EMF也好 你说它是产生这个 非静电厂也好 就会产生这个 OK 我们现在就用法拉第地流 因为你这个磁通改变 会在这里产生EM 我们用这个式子 因为轮圈 轮圈它现在是一个积分的路径 因为这个磁场它是均匀的 均匀就等于它是一个 它有这个圆柱状的对称 所以这个轮子边缘 因为这是同心圆 这个上面的电厂 因为这个是有对称性 所以这个电厂 大小就是长数 大小就是长数 你没有理由说 哪一点比哪一点大 你把这个关闭关掉 瞬间 磁场关闭的瞬间 本来有B厂 一下子B厂变成零 那就是partial over partial T 磁场的时间变化率 是负值 对不对 小于零 所以这个时候的磁场 EN 因为它是小于零 这是小于零 小于零的话 负负得正 因此这个就是positive sense positive sense就是一个正直向 所以B厂是这样 正直向就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个 把这个画出来 EN画出来 所以EN 这是Z的方向的话 就是phi的方向 我们取DL跟它同方向 那就是DL phi 所以DA 现在我们再取DA DA要取得跟它同方向 DA B厂是这个方向 Z方向 这个也取Z方向 好 我们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EN DL 是这个 这一层就变成ENDL EN是常数拿出来 就是变成EN乘2πB 好 这边 好 我们取 因为B厂是 Z的方向 DA 也取Z的方向 所以就变成这样 这个呢 这是对空间积分 对空间来讲 它没有 它 是个常数 所以可以提出来 那这个就是πB平方 πA平方 那这两边相等 那就变成EN 要等于这个值 π跟π约掉 2B分之A平方 partialB partialT 5 EN我们刚刚说是 positive sense 就是这样子 OK 这个方向 好 轮源上的电荷基数 它是贴上去一个 单位长度 是Lamina coolant 那你取一个DA的话 就是Lamina乘DL 好 DF 于是它就会 因为它有EN 所以它就有 这个DQ 就是这个 电荷基数 就会受 这个EN的影响 就有 把这个带进来 它的 这个小小的一个DQ 就受这么大的力 那轮子会受了一个 这是它的力 我们看总力矩 我们看总力矩 这个力矩作用在这个DQ上面 那它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力矩 力矩就等于B 我们随便画一个DF跟这个同方向 它就是B DOT B DOT D 是Z的方向 DOT DF 好 这个B 是R的方向 这个是R的方向 R的方向 DF我们已经说它是FY的方向 所以R CrossFY R CrossFY 是Z的方向 那么我们就把 DF这个值带进去 等于这么大 OK 好 于是 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 B跟 这个B 有三个B 月亮变成这样 这就是它 轮子会受到一个总力矩 它积分 这个 边缘都有 都有这个积数 积分 轮子会受到一个 总角动量 这是总力矩 我们知道 力矩跟角动量的关系 一个有角动量 L的物体 它受到一个外力矩的话 那它角动量会随时间改变 那就是TOT 等于DL over DT 所以 DL就等于TOT乘DT L就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把TOT 这个带到这里头来 然后我们把 这些常数项 先提出来 然后我们就把 然后我们就把 PARTULE B over PARTULE T 摆在里面 因为这个B场是时间的函数 时间的函数 PARTULE B over PARTULE T 称DT 就是DT 它的B场 我们就从零积到B零 原来是B零 后来变成零 我们现在只算 原来变成零 那么 这个积分积出来 就等于这个值 积分积出来就等于这个值